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 我是蘇香 今天來介紹本週的活動 那我們開始吧 端午節的除植送 所以除植我還是 不再多講 裡面的內容物 裡面內容物的話是 除300 15個龍舟 龍舟就是這一次端午節活動的兌換5 然後300的話是15個龍舟 500也是15個 然後1000是50個 1550個 然後200050個 然後如果除到3000的話 他會送120個 然後這獎勵是可以累積的 也就是如果你除3000的話他就會幫你把 1到6階的 全部獎勵 都直接給你 本來就是除越多送越多他是累積制的 好那就開始 其他的活動 第一個是 季賽的金幣三倍 他是從 5號到 8號的晚上6點到12點之前 季賽三倍的話就跟之前一樣了 如果刷金幣的觀眾 記得趁加倍的時鈍再來刷 第二個是教練 成長經驗值兩倍 這個也是蠻重要的 如果有要升接教練的話 記得是要在加倍的時候在吃教練會比較划算 然後他的時間是 5號到12號的晚上6點 到12點之前 那接下來是這個 模擬對戰 5號到12號的 晚上8點到晚上12點 然後打 即時對戰的模擬 就是模擬對戰 就覺得那個讓他自動跑的那個 然後打三場他就可以 得到6個龍舟 如果這次有要擠龍舟的觀眾的話 記得這個 應該會差蠻多的 因為每天6個的話 他5號到12號 這樣至少會差40個上下 接下來是登入送 6號到12號 然後登入送的話是 4到 3點 這個時段是送 交換卷 交換卷的話 沒有經典或者是 王牌教練的 觀眾集這個交換卷也是蠻重要的 然後面這個入門教練包也是 這一週 登入比較偏向 練教練 這一方面的 然後時間是 5點到 晚上的8點之前 再接來是天天的登入送 6號到12號的 晚上6點到晚上12點之前 登入會送三個龍舟 然後幸運抽 是在6號跟7號 晚上的6點到12點之前 然後這一週的幸運抽 獎勵是 一元金幣禮包 所以應該是跟上次那個是一樣的 上次是沒抽到啦 接下來是季賽的經驗值三倍 他這個會跟 金幣三倍的日期剛好錯開來 所以 如果是要刷經驗值的觀眾的話 可以把 PASS券留到後面這邊 經驗三倍再來刷 所以我前面的 金幣三倍我應該就不刷了 應該就直接 放到三倍的經驗值 我現在是比較缺經驗值 然後時間 是9號到12號的 晚上6點到晚上12點 之前 再來就是強化部分了 7號的中午12點 到8號的中午12點 這個時段是強化三倍 強化三倍的話 對我來講也是拿來 充後面這些材料的 然後 衝完之後 8號的1點 下午1點到9號的凌晨1點 是6加3 等於7 然後9號的下午1點到10號的凌晨1點 是8加5等於9 然後這個是比較特別的 選手突破的機率兩倍 我印象中 之前沒有開過突破的 加倍 所以如果有要突破的觀眾 可以趁這一次 加倍的時候來突破 機率應該會高一些啦 那大概就是 這樣子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喜歡的話 別忘了幫我按個喜歡 也可以訂閱頻道 追蹤第一手消息 旁邊的小鈴鐺也記得打開唷 那我們就下一集再見啦 掰掰 可以結束了 打開唷 是 在滿月內 有請 記錶 這個 是